杀里的五种表现,男人遇到千万要远离 第一种表现,他们的长相属于中等偏丧 符合大部分男人的审美标准,比较做中外表 他们总喜欢打扮自己 他们对男人能用杀娇解决就不用说话 激起了男人的保护欲望,让男人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备胎 第二种表现,他和多个男子有安慰关系 不接受也不拒绝喜欢吊的男人 在交往的过程中,你若送他礼物,他会造单全收 还会时不时给你机会,时不时约你出来玩 但是你只要想他表露心意,他却明确地拒绝 谎称只是把你当哥哥,当男闺蜜 第三种表现,在他的眼里,只有钱才能够给他安全感 在他的思维模式里,只有很多很多的男人喜欢他 仰慕他,才能让他充分肯定自己 满足他的虚荣心,他就享受这种纵心捧略的感觉 无论是感情上还是务实上,总是一味地索取,不自回报 第四种表现,水性洋花 对他们来说,上床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,上床又何妨 他们的每一段感情都不会辞聚太久 他们会主动当第三者,并不是动了真的感情 只是自己虚荣心在作祟 甚至会从自己闺蜜下手,得到了又不知道珍惜 只是自己的虚荣心好身心在作怪 第五种表现,分手之后装可怜,半无辜抹黑前任 弹击前任就表现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总说自己困到渣男,被骗情骗色